大家好 这是一套在线视频教程 教程的目的是解决很多Mac电脑用户的一个痛点 那就是有了苹果电脑之后 不会用苹果电脑系统 也不知道苹果系统上对应的软件 最好的办法就是赶紧装一个Windows 把新电脑用起来 最近几年我身边的亲朋好友 买Mac电脑的是越来越多 他们拿到电脑的时候都有刚才说的那个痛点 还记得我第一次用Mac电脑的时候 几乎是咬着牙撑了几个月 才把主力的工作平台从Windows迁移到了Mac操作系统 现在我的Mac虚拟机里面 只剩下网银和一些Mac上面没有替代品的软件了 对于第一次使用Mac电脑和苹果系统的小伙伴来说 能轻松地安装一个Windows 7或者是Windows 10 那简直是帮助太大了 这就是我们这个课程的目的 正好朋友公司开年会 得了一个MacBook Air苹果笔记本 请我帮忙装个Windows 我说不能白帮 顺便录个教程 于是这个课的视频部分就有了 从零开始演示 并讲述如何一步一步用上了Windows 7 又用上了Office 2016 最后还用上了Windows 10 并且Windows 10与Windows 7并存 想用哪个用哪个 下面说几个常见问题 第一个是Windows的安装方式 Mac电脑安装Windows一般有两种方式 虚拟机和双系统 这两种方式各有特点 这个课程里讲的是虚拟机的方式 Windows 7或者是Windows 10 它是作为一个苹果的软件来存在的 我们可以在工作中 一边使用苹果Mac系统 随时又能切换到Windows系统 它们之间可以来回的随时切换 另外一种方式叫双系统 双系统的方式需要每次开机切换 它的特点是 切换后Windows可以使用 苹果电脑的全部硬件资源 但是虚拟机只能使用部分的硬件资源 很多苹果店里面 安装Windows都是用的双系统的方式 那么为什么要选择虚拟主机的安装方式呢 因为安装难度低 操作安全 不会伤到Mac自身的操作系统 另外我们可以自己安装Windows系统 从下载到安装 可以严格控制每一个细节 避免病毒或者是木马的潜在威胁 第二个问题 能不能玩游戏 虚拟机的安装方式日常办公是没问题的 但是不适合玩3D游戏 如果你想用MacBook Air装个虚拟机玩英雄联盟 估计是不可能的 即使用双系统的方式玩英雄联盟 估计也够呛 毕竟MacBook笔记本大多数都是集成显卡 玩英雄联盟估计得把画纸调到最低 而且机器会很热 如果用独立显卡的Mac倒可以试试 第三个问题 需要花钱吗 Windows和Office这是两个软件 这个与PC电脑是一样的 Mac虚拟机的软件有很多种 有付费的也有免费的 双系统不用虚拟机软件 但是安装时需要一个8G的U盘做系统 关于系统和软件的正版授权 后面会单独开课详细讲 第四个问题 装Win7还是Win10 这个要看个人爱好 Win7是2011年的东西了 虽然很老 但是用起来比Win10要省些资源 适合低配置的电脑 当然也可以装Windows XP XP是2001年的东西 我现在做这个教程的时候 已经是2018年了 课程介绍就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见